今天为大家推荐一部 前苏联战争史诗巨作《溃逃》 此片上映于1970年 作品改变子 前苏联著名作家 麦克哈克·布格科夫的小说 影片拍摄完成后 由于影片对白军的人性描述 差点遭到前苏联政府的禁应 经过导演的不断努力 和政府内部分高官的支持 终于使得影片得以上映 影片一经上映 便大获好评 此片背景设在1918年至1921年 内战白卫军溃败之后 大量上流社会的移民辗转他乡 为其温饱 而过着艰难痛苦的生活 电影共分两个部分 影片长达196分钟 接近三个半小时 好了我们进入影片内容 素握内战末期 此时的白军已经是强怒之末 屡战屡败 而红军却是捷报频频 前沙俄政府统治下的上流社会人物 及贵族纷纷逃离 因为他们深知被红军逮捕之后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在一个镇子上 白军一个中尉 推门而入 说镇子上出现了红军 然而几人还在继续打牌 白衣男人狂应一霸之后 骑兵少将查尔诺 跳窗而逃 而镇子上的红军 先头部队已经开始搜寻白军 无处躲藏的查尔诺 躲进了一处修道院 这时的红军要搜查修道院 修道院院长给其打开了房门 两名白军趁机从修道院的后门溜走 远远望去 接应查尔诺的部队向镇子驶来 而此时的查尔诺 利用一个孕妇的身份证明 躲过红军的搜查 红军走后 建议他的部队进入修道院 在他身旁呢 是一个私人讲师 格鲁布克夫 和一位前政府商务部长的妻子 骆威娜 骆威娜的丈夫帮忙逃走时 却把他遗忘在这里 在私人讲师的帮助下 才侥幸活命 此后查尔诺 与他们一同逃往克里米亚半岛 骆威娜由于天气寒冷 花了高烧 私人讲师 一路无畏不知的照顾着他 在前线的红军指挥部 由于天气寒冷 零下12度 舰队无法突破冰层 支援他们 这样就失去了左翼的主动权 前线指挥部司令 桑托斯只能做出 有第15和52步兵师 从右翼进攻克里米亚半岛的决定 然后再一局拿下塞瓦斯托布尔 这样就可以切断白军 从海上出逃的可能 在克里米亚中央火车站的 克鲁道夫司令 已经在车站 傻傻的坐在那里 等了一个多小时 由于车站异常混乱 交通线堵塞不堪 这个人生性残暴 由于车站站长处事不力 就将他装容麻袋 处于绞刑 查尔诺 马不停蹄地赶到了 克里米亚差站 显然这里成了 白军的临时指挥部 查尔诺 向他请示下一步的计划 克鲁道夫 命他去卡尔伯夫峡谷 去阻挡红军的骑兵 红军第15和52步兵师 已经接近白军 虽然路途拧拧不堪 已经看不清楚 哪里是路 哪里是河水 他们伸一脚 前一脚地追赶白军 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中 他们最终与白军交上火 处在地理位置极佳的白军 维持不了多久的抵抗 零零散散的士兵 且战且退 从第二起兵师 很快突破了白军第三步兵团 以万马奔腾之势冲向白军 就在此时的克里米亚中央车站 迎来了一位前政府商务部长 他的货物被堵在了车站 希望克鲁道夫 帮忙将他的货物 尽快发往塞瓦斯托波尔 当他知道是一批出口的皮货时 他命令部下将列车开到死角 再用煤油烧了这些货物 当商务部长见到洛维娜 他妻子的时候 他向白军表明 并不认识他 因为洛维娜跟红军有瓜葛 这个时候他只能赐宝 临走之时也不会带着他走 一个名叫卡拉皮林的勤武兵 公然顶撞于他 你无法只带着绞刑架 就赢得战争 他诅咒他 预言他将逃跑 将死在阴沟之中 克鲁道夫一气之下将他吊死 另一边的红尔骑兵师 侧马突进 万马奔腾的铁踢声 响彻大地 手中的马刀 肆意的在头顶挥舞 很快他们就与白军的骑兵团相运 一阵枪响过后 帕威尔被一枪打中 坠落马下 他亮亮枪将的站了起来 最终还是倒下了 双方在一个女人面前厮杀 闲染白军这一仗损失惨重 红军长期止入 克里米亚班岛很快被占领 白军司令员克鲁道夫 命令车站的守卫部队 留下来阻击红军 而军官将要离开这里 这明显要把这些白军士兵当炮灰 上校歇尔盖 带入目击地站在原地 此时他才知道战局 已经糟糕到这种地步 接下来他召集所有部下 然而下令军团就此解散 但是他的部下听了之后 直接要以叛国罪逮捕他 随后他的讲话 使部下们来个180度大转弯 他访问这些人 到底在保卫谁 如果是在保卫俄罗斯 但整个俄罗斯都在反抗我们 更为可怜的是总司令 已经抛下我们溜着大吉了 而前线指挥官司令 克鲁道夫也正在逃跑 我们只是他们的炮灰 只能给红军多获得几枚勋章 战士们听罢 纷纷把枪扔到地上 很快大厅内空无一人 只留下他们的枪 躺在地上 相反 如果白军这些士兵 不解散的话 躺在地上的就不是这些枪了 这次红军势如破竹的 完全占领了克里米亚 浩浩荡荡的队伍开进了这里 白军前线指挥官克鲁道夫 也如愿以偿的 坐上了开往塞瓦斯托波尔的火车 此时的他常常睡不好觉 被他吊死的冤魂 经常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他总是能听到有人在他身边 于是他让副官想尽一切办法 不让自己睡着 不久后 火车驶进了塞瓦斯托波尔的渡口 巴掌大的地方已经人满为患 评论百姓和士兵都急着离开这里 反情报部门要抓获洛维娜 私人讲师找克鲁道夫抱怨此事 这个时候的他 似乎不再像从前那样滥杀无辜 他命部下将洛维娜带过来 前提是没有被枪毙 结果部下报告 他已经被查尔诺强行救走 而他们所有人 也将乘船前往军事坦丁堡 至此窥桃的上半部 到这里结束 影片来到窥桃的下部 接下来更有喜剧色彩 逃亡到军事坦丁堡的移民和士兵们 在这里勉强维持生活 一个卖木偶的老头 在街上叫卖 他就是曾经白军起兵团的上校 查尔诺 此时的他 很喜欢一个节目 蟑螂比赛 但是身物分文的他 只能见卖自己珍藏的银制子弹 于是他以2.5里利亚的价格 卖了他所有的子弹 他如愿以偿的进入了比赛现场 他们宣称蟑螂比赛是俄罗斯皇家才有的游戏 蟑螂比赛如同赛马赛狗这种游戏 一局闹局兴的比赛结束 结果查尔诺输掉了他的赌注 他只能灰头土脸的回到家中 但他的妻子一直向他抱怨没有吃的 没有钱付房租 生活简直糟糕透了 他谎证他的银制子弹被人偷了 这是他们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 明天再交不起房租 房东就会让他们卷扑开走人 但妻子知道他还有一把左人手枪 这是查尔诺唯一的念想 他是不会卖的 当洛维娜得知查尔诺的妻子 为了生活跟一个军官纳了个啥 于是他也去了街上做了战监女 毕竟查尔诺救了他 还一直管他吃喝 面对这样窘迫的环境 妻子离开了查尔诺 昔日辉煌的将军 此时也只能在饥饿面前递头 他不得不去和别人一样 站在街头乞讨 这时他遇到了私人讲师 格勒布克夫 另一边的洛维娜 终于接到了他做战监女的第一胆 两人尾随洛维娜 来到他与男人交易的地方 从而阻止了这场交易 昔日的辉煌已不在 更多的是 他们还要面对当前的处境 格勒布克夫通过查尔诺 找到了逃亡此地的克鲁道夫 希望他能帮助他们 于是他提供了曾经的商务部长 去了巴黎的线索 他在那里逍遥快活 自由自在 随后两人找到了商务部长 但是这个人眼中只有利益 他不会念旧情去帮助他的妻子 更何况 格勒布克夫一张口就要借一千元 那他更是一分钱也不会出 在门外的查尔诺听到之后 忽然推门而入 扑向了商务部长亲了起来 两个人像是多年失散的亲人 商务部长被整得一连懵逼 于是两个人玩起了普克牌 玩普克牌可是他的强项 赌徒就是这样 输了钱还想再捞回 而且还是成倍的下注 没有多久 商务部长已经输了很多 正当两人走的时候 商务部长认为是查尔诺耍诈尔赢的钱 从而两人撕持了起来 商务部长的妻子从楼上下来 没想到却是查尔诺的妻子 两人四目相对 没有说什么 查尔诺和私人蒋诗 拿着迎来的大把票子 回到了军事坦丁堡 这些钱足够他们过下半辈子 逃往到这里的俄罗斯人 已经受够了这样的生活 他们中的许多人想要回家种田 而终成眷属的私人蒋诗 与洛维娜也要回到故土 但是查尔诺不能回去 他深知这一点 如果回去早晚会被清算 还不如在这里安乡万年 但是他好不容易赢了钱后 依然去赌 放弃了好好活下去 是因为他已经彻底失去了希望和动力 科鲁道夫表现上极为冷酷 但事实上 一直被自己杀死的士兵在梦中折磨 这也是为什么 他没有勇气回到故土的原因 即使他不被布尔什维克杀死 内心也不会安宁 好了 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 喜欢本片的可以看完整版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